一起來運動 活力 一直GO 大家好 我是彥廷 你是我的小雅小蘋果 怎麼愛你都不嫌多 各位觀眾 知道我為什麼要唱這首歌嗎 因為今天又是大家眾所期待的 蘋果瘦身操啦 這個蘋果不是買來吃的 這個蘋果帶大家做這個運動呢 是非常的便利 而且又非常有效果 我們今天就趕快歡迎我們的美女老師 新玉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新玉老師 你好 要見面了 各位 我們今天要請新玉老師 帶我們做這個蘋果瘦身操 各位觀眾 你們想像新玉老師這樣 苗條又雲襯的身材嗎 那就趕快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 蘋果瘦身操 好 那首先我們先要瘦身的是 我們的手臂的部分 今天要瘦身是手臂的部分 對 手臂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手臂的動作 那我們會用到的是我們的肩膀的部分 非常簡單 主要往前 從前面 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這個動作 進來 對 往上 來回 是不是可以拉到越急劑越好 對 越急劑 好 然後再從後面轉回來 後面 對不對 我們平常常在打電腦 我們肩膀 感覺都快要五十肩了 是啊 然後趁這個機會 然後把它鬆一鬆 好 那如果想要加大的話呢 可以加上你的手肘 加上手肘 對 小心旁邊有人 不要給人家這個 弄到拐一把 好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把你的手肘記得頂到天花板 這樣的話可以轉到360度 OK 再往 用轉到360度 這麼幾次就對了 那如果想要再更大的話呢 雙手往上拉高 雙手往上拉高 再往後 OK 再往後 好 從後面回來也是一樣 卡住 這個要跟旁邊的距離要保持一下 不要一直看著電視有沒有 旁邊有魚缸就 哇啪 魚就在地上游了 對 好 好 所以我們的肩膀的部分呢 我們手臂的部分 就靠我們的肩膀轉動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手臂 可以得到很大的一個暖身作用 OK OK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 那首先我們要向後轉囉 好 向後轉呢 將我們的兩手拿出蘋果 這個動作有一點 有點類似像掃吸 喔 掃吸喔 掃吸我會 掃吸之後呢 好 拿的方式有特別嗎 沒有 主要是 對 就抓住蘋果就可以了 好 那挺胸 修復 好 接下來將你的蘋果 慢慢的往上 慢慢的往上 靠近你的胸口 好 我們往上開始囉 好 來上 真的是有點困難 好 記得把你的手肘要夾緊喔 對了 很好 再往下放鬆 OK 好 慢慢放鬆下來 再來往上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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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再消除我們的掰掰秀 相當有幫助喔 真的喔 對了 要記得抬頭挺胸啊 各位觀眾 記得 再往上 把手 我相信有些人可以更高 到最高 一定不會比我還要高 因為手肘的角度有限 像我 像我 只能這邊做到摳手 另外一邊我就做不到 對 左右撇子有關係 真的嗎 對 又搬起來 好 再來往上 好 記得手肘一定要夾緊喔 如果是放鬆就沒有用了喔 把你的手肘夾緊 再往下 往前夾緊 對了 然後記得抬頭挺胸 因為駝背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作用了 駝背的話是沒有用的 駝背是沒有用的 所以記得一定要挺胸 好 再往下 好 再往上 這個動作真的對我滿吃力的 往下 男生的柔軟度比較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當你在做的時候 其實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的柔軟度 其實都因人而異 所以盡量就是 能夠到達你的極限為主 所以各位觀眾 不要灰心氣餒 因為我也一樣 加油 就是不能 就是 不能再高擾 好 最後兩次囉 好 好 放鬆 最後一次囉 往上 還想 還想 好 往下 好 手放鬆一下下 這個時候你會感覺到 你的二頭肌三頭肌這個地方 真的有耶 真的有 都會有感覺到有熱熱的感覺 這樣子就對了 你只要做到你的極致的地方 你這個真的就會開始熱起來 對 真的是有效果 對 那做這個動作 不一定要喊到很高啊 就像彥婷剛剛講的 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所謂的一個身 就是你的肩膀的一個 對 肩膀的運動 不然你有可能再做 如果做到一半的時候 對 會很受傷 所以會有可能會拉倒 對 OK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動作呢 是有關於腹部的動作 腹部 對 這個皮囚住的 或者是常常 會被當作孕婦來這個 被讓座的 我們就要趕快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好 那我首先 我們看到我們的後面 有一張椅子 我們就利用我們的椅子 來做運動 椅子 首先呢 還是一樣 坐在椅子上面之後呢 將你的蘋果 放在你的兩腿中間 對 前面還是 剛好在你的膝蓋 膝蓋 膝蓋 那一側 那是要放橫的嗎 還是都可以 我比較建議說是 直接就是你的頭跟尾去夾住 因為如果說是光滑面夾住的話 會比較滑 對 比較滑 因為它這剛好有兩個 我們剛好可以 有沒有卡住這個 這個動作的部分對不對 對 老師 這個動作在床上也可以做吧 在床上也可以做 可是床上比較軟 對 當你在做一個 會陷下去 對 當你在做一個動作的話 看你的那個臀部沒有辦法 也沒有一個濕力點在 喔 而且有些家是水床有沒有 坐在晃嗎 很像在穿 會暈船 好 來 好 然後再來 把你的兩腳伸直 伸直喔 對 伸直 好 可以囉 很容易會掉耶 老師 好 所以要靠你的大腿內側去 那大腿內側去夾住 老師等一下 等我 讓我往右邊一點 好 OK 可以嗎 真的 好 接下來呢 把你的雙手喔 記得你的手呢 是放在你的椅子上 但是不要全部用你的手去抓住椅子 然後把你的腳往上撐起來 因為這樣的話你會強壯的只有 手臂 對不對 所以但是我們今天要運動的是 在我們腹部的地方 讓我們有腹肌 好 那記得喔 往下是主氣 往下是吸氣 所以我們先從吸氣開始 吸氣之後 然後吐氣將你的兩腳往上 好 吸氣回來 再吐氣 小心不自覺 你就會把後面 用到力量比較大 但其實要用你的腰 再吸氣 再來 吐氣 再來 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把你的手 放在你的臀部的下方 放在臀部的下方 對 放在臀部的下方 對 好 我們試試看喔 好 預備來 來 吸氣 再吐氣 再吐氣 再吸氣 再吐氣 然後再吐氣 再吐氣 再再來 再往上 蘋果不一定要吃的 再往下 再往上 再往上 很好 好 記得做這個動作喔 你不能夠駝背 還是要要挺胸 挺胸 對 收腹 然後調出我們的身材 才可以跟老師一樣 對 再往上 好 高度喔 不用太高沒關係 以你能夠運動的範圍為主喔 再往上 老師這個除了夾蘋果 還可以夾別的東西嗎 往下 可以夾離子 可以夾棒球 喔 OK 對 棒球也可以 只是說我設計這個蘋果操啊 是搭配著我們的飲食跟運動 來設計這個蘋果操 所以我們做完這個動作之後呢 可以把我們的蘋果再順便吃掉 不是什麼水果都可以囉 各位 不要夾榴槤啊 這個會太痛 然後榴槤一天 再次看到醫生 再往上 再往上 英文不錯吧 很好 下次英文 英文老師就麻煩找你了 最後一次 打 加油 好 好 雖然它前面幾個動作 不是 前面幾次感覺會比較輕鬆 但是這種東西喔 你做了超過五六次你就開始痠了 對 對 他們後勁是非常強的 後勁非常強 對 好 有感覺到我們肚子有熱熱的感覺了 有有有 感覺有 非常好 兩塊肌肉 因為平常只有一塊嘛 有兩塊就不錯了 上面的這兩塊 應該還是下面 應該是下面的這兩塊 應該是下面嘛 對 你的腳往上抬的話 你的下腹部的肌肉會比較容易 這樣有些人會看到很多阿兵都會這樣做有沒有 對 會做這種的動作 對 會做這種的動作 對 OK OK 但剛剛這個真的大腿這邊會 也是會有到力量 也是 可是記得一定要用大腿內側肌 所以才會說要把蘋果夾緊 嗯 好 接下來有關於我們的側身的動作 側身的動作 是 那我們就站起來囉 是跟側腰有關嗎 跟側腰有關係 剛剛我們是這邊有沒有 有些人這邊會特別的 特別的有沒有 都會肥出來 比較有游泳圈 說進去 是 好 那我們就也是一樣兩腳打開眼睛中寬 來 好 接下來我們用你的右手去拿蘋果喔 好 待會應該都知道 右手打右的時候 你會將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耳朵旁邊 老師讓我說我右 我是這樣舉的 喔 我希望的是最大的拋物件 對喔 右 對 好 那當你的右手往上抬高的時候呢 你的左腳也要同時往上抬高喔 嗯 好 往上 往上 對 好 抬高 好 放下來 你的左手呢 請放在你的正前方 好 讓你的身體穩定用的 老師這樣我們這邊是不是 胯要稍微暖身一下 嗯 胯要暖身 我們稍微暖身一下 可以啊 好 那我們在暖身呢 有兩種方式 對 這個的話是轉腰 喔 這是跟肩膀 這個是腰部有關 腰部有關 對對對 如果說你要轉胯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 把你的膝蓋從前方 對 我們還是做一下這個動作好 不然那個動作很容易會拉到這邊跨腹 稍微暖一下 對 然後也是一樣 轉回來 好 左邊也是一樣喔 好的 好 做這個動作喔 我跟老師做對邊 請記得在做這個動作的同時 這樣畫面蠻好看的 你的支撐腳的部分 跟我之前有講過的 不要把你所有的動量全部都放在支撐腳這個地方 嗯 對 把你的支撐腳再往上 往上再延伸多一點 往上 延伸 對 不要整個都坐下來 這樣的話屁股反而會越來越大喔 喔 這樣啊 好好 那我要往上 OK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做囉 好 來 好 來 兩腳打開雨肩同寬之後呢 雨肩同寬喔 要把右手拿平坐喔 嗯 靠過來一點才不會踢到你 OK 好 來 預備囉 5 6 7 走往上 上 上 那我的手就放前面自然垂下就可以了 對 等於說你的手 一手上一手下 等於跟地板是成垂直的 OK 對 OK 好 來 用 那待會直接換左手 那再換右腳上 嗯 好 OK 好 好 預備 加油 開始來 上 下 慢的就對了 上 直接換 下 對了 上 下 上 膝蓋是朝前方喔 再來上 下 下 對 不是朝上方喔 下 再上 下 再 上 老師 那我身體會歪掉怎麼辦 喔 也就是 為什麼我要把蘋果拿在上面 的手呢 也就是代表著讓你的身體 不會歪一邊 如果你感覺到你的蘋果 是往斜的發展 就代表你的身體 並沒有跟地板似成垂直的 所以你要盡可能的 去調整你的身體 讓你的身體跟地板似成垂直面 老師 那如果有些人筋不是那麼開 不能踢這麼高怎麼辦呢 那可以斜下45度就好了 哈哈 對 也是一樣是到達你的極限 喔 45度也可以 譬如說你現在筋沒有那麼開 我們其實45度也可以 是 但是請記得喔 你伸上去的手跟你的腳 必須要成垂直 好 挺住喔 跟我的腳要變垂直 對 記得喔 身體不要打斜 打斜的話呢 就達到不 就達不成我們 要受側身的效果 所以就是要把我們的蘋果 從上到下 整個是跟地板似成垂直面的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45度的話 應該怎麼辦 是要這樣歪一邊不用嗎 如果45度的話 這樣歪一邊就不OK了 喔 不OK的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身體調整回來 OK OK 對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舞蹈教室裡面 會有進步 就是讓我們能夠 隨時調整我們錯誤的姿勢 OK OK 所以大家如果前面有個進子 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對不對 對 是的 好的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吧 好啊 再做一次這個 那我來看一下你的動作 真的嗎 OK 好 來 預備囉 來 往上 下 腳盡可能的去延伸 回 再 上 這叫吸氣吐氣呢 回 要 吐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再 吐氣 吸氣 再 吐氣 好 最後兩個 吸氣 最後一次喔 吐氣 吸氣 吐氣 吐氣 吸氣 好喔 老師我這樣可以開班授課嗎 沒有啦 可以啦也可以啦 記得吐氣吸氣 你如果伴隨著你的呼吸 你的汗會開始流 我覺得剛剛很專注的時候 你的汗會開始流 哇 剛剛這麼簡單 又這麼方便的動作 你看一個蘋果 然後還有坐在椅子上 我們就可以做 但是效果是非常強大 我剛剛說後進非常強 各位 我們等一下會 從頭到尾還有新的動作 讓大家 消耗的卡路影會越來越多 待會非常精彩 我們休息一下 喝口水馬上回來 來 一起來運動 各位 歡迎回來我們的現場 各位 休息夠了嗎 我們現在請老師 帶我們新的動作 好的 另外一個動作呢 是教你的雙手呢 把蘋果放到你的頭頂上方 聽說這個動作 是可以暖身到全部的部分 對不對 對 全身的肌肉都可以使用得到 好 教你的雙手 蘋果放在頭頂上方的時候 記得把你的手肘打開 好 兩腳打開 與肩同寬 與肩同寬 待會兒請用你的右腳的膝蓋 去觸碰右手的手肘 右腳的膝蓋去觸碰右手 好 五 六 七 走來 一 一 回來換邊 二 二 回來再來 三 老師 為什麼妳做得那麼好看 我做得超醜 你看 我很像那個 小腿收回來一點點 所以 是不是要一點蹦腳先 可蹦可不蹦 可蹦可不蹦是不是 對 因為我習慣翹 我上課的時候習慣會蹦翹 對 芭蕾科上太多了 學舞的人通常很容易就會蹦腳 是啊 線條比較沒力 老師 如果有些人他這樣子 他一樣進不開 只能到這樣子怎麼辦 他會特別想要把這個腰 用特別大力 那這樣是錯的 好 如果做這個動作 你感覺到你的柔軟度 沒有這麼好的話 你還是可以把身體放 稍微低一點點再回來 也是一樣跟之前講過的 都是盡大家的所能 還有這個地方的重點在於 當你在做動作的時候 請記得 如果可以的話 你後面可以貼在牆壁上做 貼在牆壁上做 貼在牆壁上做 對 讓你的身體呢 可以保持 跟牆壁是成垂直的 切記 不要將你的身體往前 不要變這樣子喔 對 這樣子是沒有用的喔 這樣子是沒有用的 有點 這樣做有點主 鼓雞 鼓雞的感覺 OK 好 來 我們再做四次喔 好 and 五 六 預備 走 來 一 右邊 and 再來 二 再來 and 吸氣 吐氣嗎 老師 對 往上是 吐氣 最後兩次給我 吐氣 吸氣 再 吐氣 吸氣 最後一次 吐氣 吸氣 and 吐氣 吸氣 好 放 走 OK OK 真的全部 剛剛整個身體有熱起來的感覺 對 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手 hold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的二頭肌跟三頭肌 都會使用到力量 再接下來就是 當你做左右搖擺的時候 是 你的側身 跟你的後腰 後背 跟你的腹部 都有動到效果 那再接下來你的下半身 因為你的提吸動作 因為提吸動作 讓你的大腿 跟你的骨盆 跟你的臀部 都有做到運動的效果 所以現在做完這動作 雖然我們才做幾次而已 可是我們的身體呢 對 已經開始要流汗 對 流汗都已經流了流汗 老師 我們這個動作再一次 好啊 可以 來 預備喔 五 六 預備 走 and 吐氣 吸氣 and 吐氣 吸氣 再來 吐氣 碰不到膝蓋也沒有關係對不對 對了 好 做任何動作請抬頭挺胸 抬頭挺胸 再來 面帶微笑 保持心情的愉悅 是的 在做動作的時候 我常常在講 在做運動的時候 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這樣子的話 你的身體呢 無論是你的肌肉 或者是你的血液 都會有打到一個快 用來特別的暢風 對 而且會有感染到快樂的效果 對 而且會有感染到快樂的效果 人生就是要快樂 對不對 是啊 健康又快樂 沒錯 要朝向光明面 對 就是節目最高忠實 健康又快樂 來 青春又有活力 對 對 最後兩次給我囉 我相信已經很多人在流汗了 19 因為我已經在流汗了 30 20 好 放鬆下來 好 很棒嗎 老師 那我們做完這些動作 隔天會不會哪裡特別痠 通常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如果說有達到一個 就是消耗我們的體脂肪 或有運動到我們的肌肉的話 通常在72個小時之內 會有一個所謂的一個酸痛的感覺 酸痛的感覺 對 那酸痛的話記得就是熱敷 熱敷 對 然後或者是泡個熱水澡 讓身體能夠舒服一點 但是 這一下子就過了對不對 這酸痛的感覺一下就過了 它不會讓你身體有太大的膚膽 是 沒錯 對不對 所以 好 老師那我們現在呢 要不要從頭到尾馬拉松把它做一遍 好啊 可以 那我們第一套的動作呢 準備好了嗎 我們記得向後轉 向後轉 第一個還記得嗎 好 這個是我筋醉不開的動作 沒有關係 但是它很有效果 好 來 我們往上囉 好 十次就好 五 六 七 走往上 抬頭挺胸 吸氣 可以多高就多高 再吸氣 感覺我的手背這部分開始熱了起來 再吸氣 上半身挺胸但是你的 兩邊可以關起來一點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手肘的部分可以往內一點 吸氣 吸氣 手臂記得夾緊身體喔 And 吐氣 老師再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動作 是讓我們運動到哪裡呢 手臂 二頭肌跟三頭肌 好 二頭肌跟三頭肌 手臂的部分喔 對 再吐氣 感覺一下 大家一起做喔 再來 兩次 最後兩次 抬頭體重相當重要喔 加油 再吐氣 有 很好 非常好 放鬆 好 第二個動作喔 感覺到你的手就會有點 感覺到酸酸熱熱的感覺就對了 真的有 真的有 平常你們在打電腦打一打 累的時候我們可以拿去開始做 對不對 拿滑鼠可以嗎 太小了 滑鼠也可以啦 只是要拿無限的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動作呢 請坐在椅子上方 來 好 記得喔 把你的蘋果放在兩隻腳的中間 對 夾住蘋果 夾好夾住人 好 然後把你的雙手放在你的臀腹下方 把你的卡通下方 好 挺胸 收腹 好 膝蓋伸直 好 往上來 吐氣 吸氣 再吐氣 吸氣 再吐氣 吸氣 再吐氣 吸氣 這舉高一點好嗎 吐氣 也可以啊 你如果說可以舉到 超過肩膀的話也可以 好 像我不是覺得我身體會往後養就對了嗎 所以肩膀要放鬆 你的上半身記得你的頭頂是向上做延伸的 頭頂向上做延伸的 對 加油 這個時候 這大腿這好痠喔 沒錯 大腿內側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動作 除了我們的腹部有訓練到之外 連帶著我們的腿部也會有訓練到的效果 真的 對了 我覺得蘋果 她好可憐喔 大腿被我們夾爆 吐氣 對 好棒 好 好 接下來 第三個動作 來 好 第三個動作呢 好 舉手打右 好 預備囉 好 右手拿蘋果喔 好 來 左手拿蘋果喔 跟著拍之後 2 5 6 7 走往上 回來換手往上 加油 再往上 不是從旁邊打右喔 不是從前面喔 對 你的手跟你的腳 都是最大的拋物線 記得 挺胸 挺胸 吐氣 吸氣 你沒有踢很高也沒有關係 吸氣 再 吐氣 那個力量有用到 然後姿態保持 沒感的感覺 對 身體跟地面是成垂直的 雙手也是 帶著微笑 跟地面是垂直的 膝蓋朝正前方 對 對了 加油 帶著微笑 再 最後四次 四次 再來 三次 再來 兩次 記得你的呼吸 最後一次 好 回來 下一個 馬上緊接下一個動作吧 這個 這個對不對 OK 我剛剛做得很滑稽的那個動作 OK 好 來 將我們的雙手放在我們的頭頂上方 放頭頂上方 好 也是從我們的右腳開始囉 好 5 5 6 7 走來 1 回來再來 2 回來再來 3 這個動作可以 你的腳 腳尖可以繃起來是很好的 對 可以讓它比較漂亮 好 記得你的大腿 這是運動到你全身的部分 大腿向後打開 越開越好 對 身體 大腿向後打開 越開越好 對 OK 好 加油 真的這樣連在一起喔 真的是已經開始非常非常的 有感覺了 對啊 所以這整套動作做下來 一定會瘦 每天都做的話 一定會瘦 所以其實 你們剛剛吃飽休息一下有沒有 休息個半腳就開始做這個動作 讓下午的 下午的精神更好 更有專注力 對不對 好 小心我們下面的腳喔 要伸直 不要彎曲 好了老師我們還有幾下 對 好 最後一次給我就好 左腳來 左腳 好棒喔 真的是通體舒暢 很舒服喔 我的細胞都活化起來了 真的是我們謝謝心育老師 為我們帶來這個 簡單 但是又非常有效的 甜果操 各位 記得每天都可以做喔 對不對 如果你無聊的時候 就趕快做 趕快做 讓你的身體的卡路里 一直不斷消耗 我們再次謝謝心育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下次同一時間 想讓我們一起看 一起來運動 活力 Easy Go Hello Hello Hello